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景点便是美国的夏陵阳峡谷了 这座峡谷位于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北部 是世界最著名的峡凤形峡谷之一 这座峡谷位于地下 因为内部环境及其曲折复杂的缘故 所以即便到了今天 这座峡谷也仅有一小部分空间被开发了出来 并且这些开发也都只是简单的安装铁梯绳索 因此真正能起到的保护作用就小得可怜了 也正是这个原因 这座峡谷一年中只开放三个月 其余的时间都有专人把守 防止游客贸然进入发生危险 吉拉姐 曾经就有一行十二人的旅游团 来到夏陵阳峡谷参观旅游 走到一半的时候 天空突然下起了小雨 虽然雨势不大 但因为峡谷地势太低的缘故 所有的雨水都汇集到了这里 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就演变成了洪水 最终这个旅行团里 只有一人幸存了下来 后来这座峡谷也被人称作是世界最诡异的地方 不过即使如此 面对夏陵阳峡谷内部瑰丽景色的诱惑 很多人还是选择冒险前来感受 小伟伴们 你们有没有兴趣来这座诡异的峡谷一探究竟呢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喜欢我 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 请不吝点赞评论